每次有人問我外食到底要怎麼吃 我首推會推薦大家要自助餐 因為不管你要蒸雞還是要減脂 都可以自由搭配 但是選擇也是有小技巧的 我會建議大家 餐盤上的菜至少要有二到三種顏色 不要夾完清一色都是綠色 夾菜的時候我會注意 剩很少的那一種不要夾 盡量夾菜是夾上層 因為菜會吸附比較多的油跟鈉 比較不會無形當中吃進去太多的熱量 地人的菜就是茄子 它是一顆油炸後的熱量炸蛋 吃的不是裡面的營養 你可能都會吃調味喔 再來我自己喜歡的是洋蔥炒蛋 它是一個半分數的菜 可以當成一道配菜 但如果是跟玉米或是南瓜 這種澱粉類比起來 你選洋蔥炒蛋或是番茄炒蛋會更好 最後選蛋白質 蒸的是首選 滷的是次選 最不要選的就是炸的 今天沒有蒸的魚 所以我只好選雞肉囉 總結以上 自助餐盡量選二到三種顏色的菜 兩種菜 一種斑葷酥 如果還會餓的話 你就再加一個菜 肉真的是首選 不要選炸的 飯點雜糧或是紫米飯 但今天都沒有 所以我只能選白飯囉 自助餐最大的好處是 有些地雷的東西 我真的很想要吃 你就加一點點 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 真的沒有什麼關係 你去自助餐都點什麼 留言告訴我喔